好 接放邻居们大家过点好 好 邻居们我们欢乐饭米粒第五季 又要开播了 你们想不想我们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元宵节 知道我买的啥吗 哎呀我的妈呀 我们接放邻居怎么这么聪明呢 我跟你们说呀邻居们 我们老饭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 在元宵节前 我们家里边所有的男人 要给我们心爱的女人 送上一件礼物 我最心爱的女人 你们知道是谁吗 哎呦我的妈呀 接放邻居怎么这么聪明呢 我跟你们说啊邻居们 前年我送给我媳妇大米粒 一对套袖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去年我送给大米粒 一个围裙 她跟我翻了一年的白眼 今年我要是再送她一双胶皮手套 我估计她能跟我挤眼 我今年我也浪漫一回 我给我媳妇大米粒 买了一个粉红色的丝袜 浪漫不浪漫 浪漫不浪漫 我们家大米粒 美丽 那是全小区出了名的 穿上这个丝袜 那就没谁了 我跟你说 我还写了个卡片 亲爱的 希望我们在粉红色的浪漫中 再拥有一个狗宝宝 浪漫不浪漫 一会儿我就把这个 给我们家大米粒 那跟你们说 就没谁了 一会儿到我们家吃元宵 亲朋邻居们 各位好 今天是正月十五 知道我们家晚饭吃什么吗 吃元宵 一会儿都到我们家吃元宵来 咱们家也吃元宵 那咱就各吃各地吧 老伴啊 老伴 我把你的礼物买了啦 出来看看 我给你买的啥 哎呀 我哄我大外 孙子睡觉呢 大如再说 这老太太 你回来了 煮元宵呢 我准备弄元宵呢 一会儿顺风他们回来 咱就煮 太好 你看行吗 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老丫头你咋的啦 没咋的 不这是没咋的表情吗 你来一下 我明白咋回事呢 啥意思 你看元宵节前 咱家不有传统吗 男人要给自己 心爱的女人送礼物 对啊 你看大米粒 二米粒 他都有礼物 小米粒不是一个人吗 就没人给他送礼物 明白了 这事好吧 那个 老丫头啊 这个我刚才看见田笨笨了 他让我把这个 给你烧来 田笨笨让你给我的 他说是送你的礼物 送我的 这田笨笨搞什么鬼啊 这是 不是这男孩给女孩送东西 他能搞什么鬼啊 真行 哎 我说老东西 给我买啥礼物了 快拿这儿屋来我看看 好好好 不是 刚刚 哎 你过来来 怎么着 你给大米粒的礼物买来了吗 我买了 他这呢 太好了 借我用用啊 哈哈 妈 不行不行 为啥不行啊 我这礼物你不能送给妈 为啥呀 不是 你不管为啥就是不行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要是能买给大米粒的礼物 我送给你妈正合适 是不是娇皮手套 不是 哎呀 就这么地吧 爸 爸 不是 你平时那众人伟乐的精神都哪去了 你说你个几孩子 老板 我来了 哎 不行 我这精神您送给我妈 我妈就神经了 大姐夫 爸 哎呀 来来来来 我年好 哈哈 哎呀 超着把火这干什么 我这孩子还小呢 你别吓着他 不是 我那 你别 大过节的你元宵整好了没有 都回来了 我就就等你们呢 赶紧再整 好好好 哎呀 不差这一两分钟你回来吧 哈哈哈哈 我大姐夫啥都听我的 哈哈哈哈 哎 咱们家过节有一项规定 优良的传统啊 男人必须给现在的女人送礼物 你别忘了啊 我知道 哎 我给我媳妇二米粒 买了精美的礼物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一定是来这显摆来了 什么叫显摆呀 我今天生意做的不错 挣钱了 给我媳妇买点好东西 你看啊 注意看啊 买的啥呀 哎呀 我的天哪 亮瞎你的双眼 哎呀 哈哈哈哈 拿着拿着拿着看着 就在咱们门口金店买的 哎呦 怎么样 钻石的 哎呦真好看 哎呀 老贵重了 哎呦